11月了,罗勒还是郁郁葱葱 但只要有霜冻就很难在室外存活了 所以需要尽快处理 在我看来最好的保存方法 就是做成一石青酱pesto 每年我们都可以吃到下一年 在此收获罗勒的时候 而且我的制作方式 可以一直保持完美的B绿色 值得分享给大家 这个方法会用到Blender破壁料理机 如果没有,可以用普通搅碎机 质地也许粗一些 罗勒比较容易氧化 所以最好随摘随做 天气炎热时摘了就直接放进水里 也可以避免断面发黑 清洗干净后 可以用给沙拉菜甩水的篮子控干净水 pesto有很多配方 我用的是这个 besto可以这样拿个凉杯来压实 倒出来一杯大概就是这样一把 我这些差不多有四杯 一般较长在材料配齐了 就直接用Blender搅碎 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做出的青酱很容易发黑 一翻动几秒就黑 这是因为青酱跟空气接触后 表面就会被氧化 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颜值上就稍微差一点 我找到解决发黑的唯一办法 是将罗勒在热水里焯水 10秒左右 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一些网传办法 比如加柠檬汁之类的 都没用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捞出来后要放进有冰块的冷水里冰镇一下 这样就可以保持翠绿和新鲜 你看连断面都基本不别色 这是我今天的材料 每种大概都是配方的两倍 这些杯手焯水控干后 看上去缩小了好多 但它们是新鲜罗勒斯杯的量 所以要用新鲜的来计算用量 我自己没有特别严格遵循数量 比如蒜明显多 因为我们全家都喜欢 这里也没有cheese 原因是我很少吃 也因此要多加一点盐和胡椒 总之不需要拘腻 你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增减 然后就可以全部放入blender里面 先慢后快搅拌均匀 喜欢细腻的就打久一点 完全不用担心会变黑 这样就做好了 看看这新鲜翠绿的pesto 很完美了吧 那么该怎么保存呢 我用这种食品级别的硅胶模子 将青酱装入再冷冻 如果这样直接倒会有些乱七八糟的 不过不是很讲究的话 也未尝不可 最后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而如果我用这样一个漏斗 先把青酱倒在漏斗里 然后漏下去 确实要稍微花费一些时间 但更整洁好看不是吗 下一步就放入冷冻箱 第二贴就可以拿出来 把它们装入冰冻袋里密封后 接着在冷冻箱freezer里保存 大半年都没有问题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吃了 pesto意面或粘面包都很好吃 其实也可以适时中式食品 比如花卷或脆油饼一样的青酱饼 也许是出乎意料的好吃呢 你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请留言分享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